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过年对于年幼的小孩子来说 是一年当中最期盼的日子 因为过年的时候 好吃的管保吃 零花钱 雅碎钱一大把 还不用去上学 在孩子的眼里 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孩子 都能这样过年的 有一些家庭条件相对差一些的孩子 不仅没有那么多的好吃好玩的 甚至因为父母在外地打工 几年也见不着 没有妈妈的年 可怎么过呢 家住湖北立川的彭喜林 只有十岁 她已经有四年 没有见过在外打工的妈妈了 这几天 她哭着给妈妈打电话说 想让妈妈回家一起过年 接到她的电话 在浙江泰州打工的妈妈 彭永贵非常的难 夜里十二点和同时分别后 彭永贵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 两个月前 由于身体原因 她从一家工厂 换到电影院做保洁 现在快过年了 正是电影院最忙的时候 彭永贵特别珍惜这份工作 因为这里春节不放假 所以你过年的时候 能够上班吗 你能够挣一点钱吗 彭永贵的老家 在湖北厄西山区 算起来 她已经有四年 没有回家过年了 今年她本打算 继续留在浙江打工 然而几天前 女儿打来的电话 让她犹豫了 她说 妈妈我想了想你 她说 就是女儿在外面挣钱 她还是很懂事的 彭永贵的女儿 彭喜琳今年十岁 父母离婚后 喜琳和妈妈相依为命 四年前 妈妈外出打工 她便一直和外公外婆 生活在一起 今年 她特别想让妈妈回家过年 可是电话里 妈妈始终没有答应 这让她心里非常难过 喜琳的家在湖北西部 贫困山区 爸爸八年前 和妈妈离婚后 再也没有回来过 四年前 家里又因为一场意外 欠了五万元的外债 作为家里唯一的顶梁柱 妈妈彭永贵 决定出去打工还债 懂事的喜琳 虽然十分思念妈妈 但是她知道 妈妈在外面一个人不容易 所以在电话里 也从来没有抱怨过妈妈 为了让妈妈放心 喜琳读书非常有功 成绩在班上 一直明年前茅 但是每逢年关 对于妈妈的思念 就比平时更为强烈 这是她珍藏的一个记事版 她将电话里想说的 却又没有说出口的话 全部写在了里面 希望借给在浙江打工的妈妈 为了能够早日还清欠款 四年来 彭永贵辗转四川 新疆 北京等多地 到处努力打工赚钱 现在五万元的欠款 已经还掉了两万 还剩三万 你从打工的话 纯粹 早来的话 分钱都预不到 我在外面来的话 多少能够预点的话 都是想到要把那个 那个娘娘那个钱 也要还 为了还债 彭永贵一直在外面打工 四年没有回家 她甚至不知道女儿现在长得高了 作为母亲 彭永贵对女儿出门愧疚 她至今还记得 自己上次离家时的情景 二月一号下午四点 彭永贵像往常一样 来到电影院上班 不过今天她显得心事重重 由于思念女儿 再加上女儿前两天的电话 她想回家了 可是却不敢跟电影院请假 因为两个月前 电影院招工时已经明确说明 过年期间不放假 自己当时也同意了 才签的合同 如今突然要反悔 她有些担心 就是电影厅很忙的 今天晚上起码都有一千多人 起码又五百几万块钱 那么忙 她也许她不会放 她也许说 那你如果要回家 那我们都自己重新招联她 彭永贵不想失去 电影院的保洁工作 考虑再三 她想跟电影院商量 看能不能这几天就回家 然后赶在春节前回来上班 于是趁着工作间隙 她推开了经理办公室的门 经过小心翼翼的申请和保证 影院主管最终答应了 彭永贵的请求 批准一个星期的假 2月2号出发 2月8号回来 终于能回家了 彭永贵显得非常兴奋 虽然不能在家过年 但是能够在年前回家 陪女儿待几天总是好的 请完假后 彭永贵并没有急着 回家收拾行李 而是继续上完这一天的班 今天晚上反正也是 也不会当过明天 我觉得今天还干一天的 干一天也多几十块钱 多干一天就会多一天的收入 这对彭永贵来说很重要 而且由于湖北历川 到这里打工的很多 有不少私家车都在跑长途客运 所以回家的票很容易就能买到 彭永贵这一天 还是干到了夜里十二点 2月2号早晨六点 彭永贵已经起床 准备好出发 行李很简单 只有几套换洗的衣服 和路上吃的东西 他在前一天定好了司机 七点出发 这时距离来接他的车 还有足足一个小时 我觉得年关嘛 也许他不能 回忆请假 但是还是 是你的风情 但是觉得很高兴的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虽然早早准备好了 头一天晚上说好 今天早上七点 接他出发的车 等到七点半 也不见踪影 此时天已经大亮 迟迟不见司机打来电话 彭永贵只好打电话 询问司机 原来 昨晚订好的车 已经载满了客人 没通知彭永贵 便出发了 这一下子彭永贵慌了 车站当天的票 早已经卖光 他立刻打电话 联系别的车主 接连问了好几个 终于找到一个老乡的车 还有空位 虽然终于又预定到了车票 但是有了前车之鉴 彭永贵不能安心等待 每隔十来分钟 就打电话 催一次司机 最终 在彭永贵的几番催促之下 司机提前一个小时 便来到路边 接他出发 此时已经是上午八点半 两个小时后 车子开到了温岭 几辆小车上汇聚起来的 五十多名返乡的农民工 将在这里 共同乘坐一辆大巴车 回到湖北丽川 由于大家都要回家过年 行李也许大包小包 堆了一地 上午十一点半 大巴车终于从温岭出发 驶向立川 确定自己坐上了回家的车 彭永贵赶紧掏出手机 给家里打电话报信 接电话的是彭喜琳的外公 喜琳正在外面补习英语 没在家 彭永贵打算第二天早上赶到家时 再给女儿打电话 给他一个惊喜 从前一天晚上12点下班到现在 彭永贵一直没能好好睡上一觉 现在终于坐上了回家的客车 彭永贵一颗悬着的心也落了地 不久便安心地在车上睡着了 彭永贵已经有三十多个小时 一直处在精神很紧张的状态中 为了见到女儿 为了让女儿见到妈妈 她必须要回家 但是四年没见 女儿还能认得自己吗 怀着忐忑的心情 彭永贵在车上睡着了 睡得很香 二月二号下午三点 天空开始下起了雨 车速也不得不减缓 客车尚未驶出浙江省 彭永贵已经开始晕车 下午四点半 汽车开到了一个服务区 彭永贵立刻下车 舒缓一下晕车的不适 这一次回家 彭永贵的身上只有两千多元 出去来回七百多元的路费 剩下的一千多元 要全部留给父母和女儿 七天的假期回去后 还要从工资中扣除七百元 一想到剩下的三万多元债务 彭永贵回家的心情也有些复杂 短暂地休息了十几分钟 客车继续在雨中行驶 从浙江泰州到湖北丽川 全程约一千四百多公里 正常情况下 客车预计二十个小时 到达终点站 不过由于今天沿途一直在下雨 道路湿滑 车速要比平时慢了一些 出发前司机又打听到 湖北省连续几天都是降雪天气 因此他也说不准究竟多长时间 才能够到达丽川市 现在不知道 现在说下雪就冰了 那下雪和咱们这下雨 能不能影响咱们那个路程呢 听说要比平时晚几个小时才能回家 彭永贵有些着急 路上如果耽搁的时间长了 就意味着和女儿在一起的时间更短了 但是除了等待 彭永贵没有任何办法 彭永贵的身体一直不太好 长期哮喘 再加上晕车一直没吃东西 二十多个小时的打巴 对他来说确实不轻松 不过尽管十分疲惫 但是一想到离女儿越来越近了 她还是禁不住的有些兴奋 高兴 但是给不了多久 没见到我们 经过一整夜的颠簸 早上七点 恩师州路牌终于进入了市场 再过五个小时 客车便可以到达彭永贵的家乡 隶川 随后客车驶入了一个服务区 一下车 彭永贵便迫不及待地 给女儿拨通了电话 四十点钟左右 不到一点钟 要回来 妈妈回来高兴 电话那头的女儿 听到妈妈的声音喜极而泣 彭永贵回家的心情 更加急迫了 你看我中断新的七天假 七天假的话 在路上都要一两 四天时间 你看昨天我们到今天 我花了两天 再走的话 我花了两天时间 在家里只有三天 一周的假期 四天在路上 彭永贵巴不得早点到家 经过二十九个小时的长途跋涉 跨越三个省份 行程一千四百多公里 二月三号下午一点半 客车终于到达湖北省立川市 汪颖镇白阳堂村附近的停车场 彭永贵告诉记者 从这里到他家 走路只需要十几分钟 拿好行李 彭永贵便立刻踏上了回家的路 女儿现在在家吗 在家等着你呢 我没给她打电话 她最近在家 这一次回家 彭永贵没有给老人和孩子 带任何礼物 因为家里人希望她能够把有限的钱都拿去还债 好能够早一点回来陪伴家人 几年没回来了 这两面房子的需求这么多 我都不知道 彭永贵一边说 一边急匆匆地往家里走 突然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 从小路的前方跑了过来 一把搂住彭永贵就哭了起来 原来早上接到电话后 女儿喜琳就一直在这条回家的路上 等妈妈回家 一路上 彭永贵一直在安慰着哭泣的女儿 下午两点 挽着女儿的手 彭永贵终于回到了阔别四年的家 年幼的喜琳终于见到了妈妈 她哭了 哭得很伤心 这里面有喜悦有委屈 有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思念 但是彭永贵只请了七天家 七天 来回路上就要用掉四天 她该怎么和女儿说 她不仅不能陪女儿过年 甚至只能在家里待三天就走了 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好 欢迎回来 为了还债 彭永贵一直就在努力打工 她说自己当初是向村里的一位老人借的钱 老人的钱是多年省吃剪映攒下来的 所以她想早点把债还完 虽然她心里也非常心疼女儿 可是除了委屈孩子继续忍受思念之苦 她似乎也没有别的办法 2011年彭永贵离开家时 喜琳只有六岁 从那以后妈妈再也没有陪她一起过过年 四年的时间里 喜琳只见过妈妈一次 今天终于盼到妈妈再一次回家 她一直不停地掉眼泪 看到女儿一直在哭 彭永贵的心里也很难受 她一直握着女儿的手 每年冬天 喜琳的手都会生冻疮 握着女儿布满疤痕的手 彭永贵难过地掉下了眼泪 赶了三十个小时的路 彭永贵已经十分疲惫 但是她并不打算休息 她希望能够在短短的几天假期里 尽量陪伴女儿 为了安慰一直哭泣的孩子 她和女儿约定 再在外面打工一年 她就回家找了工作 给女儿读初衷 妈妈 你一定会在外面 我那边把咱们换了 就会在外面 对 和妈妈拉钩完成了这个约定后 喜琳终于不哭了 彭永贵于是赶着 给女儿做一顿可口的晚餐 听女儿说要吃包面 彭永贵赶紧到旁边的商店里买面瓶 喜琳则是寸步不离地跟着妈妈 母女俩始终手牵着手 撑好了面瓶回到家中 全家人便立刻开始忙活起来 往日有些寂寞的小院 一下子热闹起来 彭永贵忙着切腊肉 准备肉馅 外婆忙着弄生姜 小喜琳虽然还是没有露出笑容 但是也开始默默地 帮着妈妈准备晚饭 嘴上说着高兴 喜琳却仍然没有多少笑容 她只是一步步离地跟着妈妈 一起烧水 一起包面 一起和馅 一个小时后 包面做好了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吃起了2015年的 第一个团圆饭 此时 吃着妈妈亲手做的包面 小喜琳终于露出了笑容 看着女儿终于高兴了 彭永贵也轻松了许多 晚饭过后 喜琳找出了自己的记事本 里面是她写给妈妈的信 后来知道 妈妈回家后就没有记出去 她要把以前 没有和妈妈说过的话 趁着这次妈妈回来 赶紧告诉妈妈 亲爱的妈妈 您好 妈妈 我真的很想你 你打空了 这么 你们都从来没有看过我 你可不知道我的心思 刚读了一个开头 小喜琳便又忍不住开始哭泣 彭永贵从女儿手中接过笔记本 继续读完剩余的信 信中 小喜琳说 我多么希望 我也能在爸爸妈妈的怀里撒娇 可是你能满足我吗 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要求 妈妈 我真的很想你 看到女儿用工工整整的字体写下的信 彭永贵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这是她第一次听到女儿的心里话 第二天一大早 董事的喜琳又到补习班 继续补习英语 她还不知道 妈妈两天后又要离开了 这一天是村里的感激日 外公外婆像以前一样 在家门口摆起了货摊 彭永贵外出打工的四年间 喜琳一直和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 为了能让喜琳的妈妈早日回家 两位老人一直不让女儿往家里挥钱 外公今年78岁 外婆69岁 无法上山种地 家里的生活费和喜琳上学的费用 就靠这门口的小生意来维持 一年赚的一两千块钱 大部分都花在了喜琳的身上 你可以买到个 这年本代你买到个一两千块钱 一两千块钱 那十几首五的 十几首 两千块钱都得了 我们每百块钱都赚到十几块钱 一年买可能一两三块钱 中午十二点 一年级 如今她已经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了 我觉得喜碗和外公 喜碗 旁外和外公喜碗 除了英语 喜琳其他功课都很优秀 要强的她假期想努力地把英语追上来 这么努力学习是想做什么呢 我长大了 等我友情了 是想照顾妈妈是吗 照顾外公外婆 喜琳说 妈妈身体不好还要在外面打工 都是因为家里没有钱 她希望自己能多读一些书 将来能够多挣钱 就可以照顾好妈妈和外公外婆 不过眼下 对于这个十岁的孩子来说 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和妈妈一起过年 听到女儿的新年愿望 彭永贵只能在一旁默默地给女儿擦眼泪 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告诉女儿 她只能在家里待三天 就要返回浙江继续打工 她还是想我过年大再要出去 但是我没跟她说 现在没真正 没年轻的跟她说 我过几天还要走啊 这样说的 面对女儿的愿望 彭永贵 区区没能把返程的日期说出口 不过她告诉记者 和女儿已经约好了 明年陪她上初中 所以2015年 她希望能够多一点加班的时间 这样就能够多赚点钱 等还清了债 自己就回家了 也是想 想完是想过到年大之后 但是没办法 很小愿望都是想 早点出去挣一点钱 那过后把这个账还一部分 那过后再回来带她 就是她是想去 很想带她的 彭永贵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 能够多弥补女儿这四年来的孤单 而此时和妈妈已经待了一整天的喜临并不知道 两天后自己就要和妈妈再次分别 她兴高采烈地让妈妈用手机给自己多拍几张照片 这样妈妈年后出去打工时 手机里能够有自己最美的笑容 一直陪伴在妈妈的身旁 因为梦见你离开 我从哭泉中醒来 看夜风吹过窗台 你能否感受我的爱 等到老去那一天 你是否还在我身边 就在前天彭永贵已经回到了浙江继续打工 她走的时候 女儿喜琳没有去送她 其实像喜琳这样的留守儿童 在一些劳务输出的大省是比比皆是 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孤儿 来自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和全国复联的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农村有六千多万留守儿童 其中有二百多万是单独居住的 农村留守儿童 他们尤其需要特别的关爱 快过年了 这些孤独了一年甚至几年的孩子 内心对亲情的渴望是外人哪里体会的 给予他们关爱 不仅有利于提升孩子的心理健康 也有利于他们良好的亲情互动和爱心养成 为了孩子的成长 为了家庭更长远的未来 希望这些在外打工的父母 能尽可能的创造条件 与孩子团聚 同时也希望我们的社会 为他们与父母的团聚 创造更好的条件 过年了 无论生活有多难 也不要让孩子含着眼泪 度过他们的信念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就是这些内容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看央视财经评论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